本羊是集卧的人自己承受卧业的国报 鱼羊是他的卧业连累子孙受苦 这是他卧业的预报 我们还要了解 不但营销过大 而且国报到来的时间 越拖越久 程度就变得越严重 这好像债务拖欠的欲求 利息就越多是一样的 所以造了卧业之后 要赶快忏悔 赶快勤修善业 把卧业的严重程度小弱 甚至提早爆掉 重罪轻薄 你日后再不会遭受严重的苦暴 佛门有句话说 菩萨为因 凡夫为故 菩萨是明白人 了解因小果大的道理 知道造了卧业之后 未来的果报非常可怕 所以会非常谨慎 小心 不敢造卧业 至于卧宝 菩萨知道 那是自己过去身中造作卧业 所产生 受过之后就爆掉了 并不可怕了 所以菩萨能够安心接受果报 不会因此而生起烦恼 这就是随缘消旧业 更不造新的量 随缘让旧的物业爆掉 不造新的物业 以后就不用造受新的物业 凡夫迷惑颠倒 只知道物业很可怕 努力想避免物业 却不知道停止造物业 才能真正避免物业 当他受到物业的时候 内心生起烦恼 为了脱容卧业 不许损人利己 造作种种卧业 他看到现在 造了卧业之后 还没有马上得到 什么不好的结果 所以就不怕造卧业 现在他继续造作卧业 以后他的下场 就非常可怕 这就是佛菩萨所说的 阔列明珍 由于不明因苦 凡夫不断 起烦恼 造业受苦 受苦之后 又起烦恼 然后又是造业受苦 如此 在生死苦海当中 轮转 没完没了 好